等你来看到花莲县政府即将在这个周休二日展开温泉季活动 2024花莲太平洋温泉季 11月19号到12月1号在瑞穗温泉区 与安通温泉区热闹展开 礼拜一晚间观光处长带领各温泉业者前往瑞穗 巡视瑞穗展区的灯饰 为即将展开的太平洋温泉季准备就绪 轻柔的音乐搭配艺术家所设计的汤花之舞灯蓄 周边也能看见五光十色的灯光秀 今年更是设计感应式的花朵灯光 非常吸引小朋友的目光 2024花莲太平洋温泉季 10月19号到12月1号 在瑞穗温泉区与安通温泉区热闹展开 礼拜一的晚间观光处长带领各温泉业者前往瑞穗 巡视瑞穗展区的灯饰 为即将展开的太平洋温泉季准备就绪 我们今天来看一下目前整个环境 它的灯饰的装饰如何 然后来体验一下那样的感觉 那如果是需要再调整的 我们就会记得这短短的几天 我们再做一点的调整 所以大家现在在这个地方 就是一个温泉公园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有很多互动的灯 那我觉得透过互动呢 就让所有来看的这些旅客会有一种互动的感觉 那其实我们就是一个无感的体验 県政府积极推动花莲南区亮点 以健康养生疗愈 规划出温泉专车游程 让温泉季不再只是温泉季 更能体验在地有机元素 也推出自行车畅游两泉骑美活动 从两个温泉骑着自行车 能够走过193 是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一条的公路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让两泉骑美 这条公路这个游程 也能够成为大家的最爱 一方面享受最健康养生的温泉的同时 也能够透过骑自行车 让自己的经耐力能够更好 今年迈入第五年的花莲太平洋温泉季 邀请国内外民众回来花莲 欣赏依然美好的山水 体验花莲人365天的日程 享受真实的在地生活及文化 更能留下美好的旅行回忆 记者高双双张明泰瑞穗采访报道